跳水世界杯正在进行 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 而在刚刚结束的双人比赛中 全红缠和陈玉希两人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默契 两人也是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两人在赛场上的风资 首先第一跳 中国队选择的动作是201B 两人之间的配合非常的好 从起跳到入水表现都非常的完美 第一跳获得了53.4分 第二跳中国队选择的动作是301B 全红缠和陈玉希两人之间非常默契 仿佛就像一个人似的 就连入水时的水花都是一样的 第二跳两人获得了54分 第三跳中国队选择的动作是107B 第三跳中国队选择的动作是107B 两人的质量还是双人的配合都堪称完美 才他们也是给出了79.2的好成绩 第四跳中国队选择的动作是407C 两人的发挥依旧十分的稳定 配合也是非常的好 本跳两人获得76.8分 第五跳中国队选择的动作是5253B 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 两人从起跳到入水仿佛就像一个人一样 入水时的水花也是非常完美 本跳获得了86.4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而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陈玉希表示本场比赛因为是两人不在一个台子上 所以还是有一点不适应的 配合起来有一点难度 嗓子都喊哑了 而此时的全红蝉在线搞笑女本质 抢着模仿陈玉希当时的情况 而她的模仿也是笑翻全场 还是有一点不适应的 因为两个台的话我是看不到小红的 所以配合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 你还把她的手都喊哑了 跟你讲 跟你讲 她是怎么样的 哒 哒 哒